今天的話是第十次上課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等於重點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主要還是延伸那個Jason格式 然後去下載那個成交量前20名的證券 那這個成交量20名證券裡面 它有幾個資料會丟回來 第一個當然可以用那個 它是一個什麼表格 可是另外它也會丟回來 也會是Jason 所以可能有一些時候 未來有一些網站 它慢慢就是不讓你抓那個網頁上 可能有一些保護機制 所以通常會丟回來給我們的就是Jason格式 那如果給的是Jason格式 你如果無法解析的話 那當然資料就沒辦法抓到 所以這個其實會蠻容易遇到的 像很多那個資料的交換API 其實都會用Jason 當成是資料交換的格式 我們其實有練習了幾個 上個禮拜 最後其實有遇到一些問題 後來的話用到一個VBA裡面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有時候你要抓物件裡面的什麼資料 那有的時候會發生錯誤的時候 那其實是可以用那個code by value 上禮拜有提到 那再來的話 當然我們後面就是接著來看有關就是 如果假設我們資料是要抓取那個網頁上面的原始碼的資料 那如果要解析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們可以運用一個物件 就HTML物件 去做一個解析的動作 那上個禮拜的話我們有做了一些練習 練習一些比較簡單的網頁 因為原始碼裡面 它的那個資料量其實都相當龐大 有的時候有個網頁 網頁的原始碼有的時候 破千行的算是還蠻常見的 那如果我要從這麼多的網頁原始碼裡面去抓到我要的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也就是你網頁上面看到的實際上就表面的 那它給你的其實是背後的那個原始碼 那你要懂得如何去解析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最後是講到這邊 第五個單元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個單元這邊 用那個HTML物件 去解析那個HTML這個原始碼 然後與解析那個網頁的資料 那其中當然呢 如果你要去解析HTML之前 那當然可能還要注意一下就是那個HTML語言 有哪些結構 我上禮拜有提到 那我是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把那個HTML相關知識 稍微再把它了解一下 因為往後呢 很多地方都是要利用HTML語言去爬資料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標籤語言 標籤的話就是 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之前我們抓網頁的時候這麼簡單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有虧欲table 那虧欲table不是萬能的喔 基本上如果你要抓的資料是一個表格 table的話 那可以啦 可是呢 有很多資料其實並不是一個表格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學會喔 如何透過那個HTML物件喔 去抓取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有做了一些練習的喔 包含哪一些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那總共有三個範例 我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那首先第一個範例喔 這個是原始碼 那如果我要抓的是Hello World的123的話 那怎麼寫 那我上禮拜有寫了一個有沒有 範例1 有沒有 抓123 那如何抓到這個123喔 其實主要關鍵的地方喔 特別注意喔 將來呢 我們如果爬蟲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網頁裡面的原始碼爬下來 那如果你要爬到Hello World的123的話 那你要知道幾個訊息啦 包含就是說 到底那個你要抓的資料 是放在哪個標籤之間 有沒有 他開頭是P啦 所以總共有三個這個 有沒有 小於符號P 結尾一定是大於啦 不過結尾通常 比較沒有 就相較於前面 記得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就對了 那其他的話可能在標籤後面喔 也有可能會放類別 class 也有可能放ID 他會放在P的後面 不過如果沒放的話呢 那如何抓呢 上禮拜其實就練習這一個啦 另外 抓的方式的話呢 還記得吧 我們上禮拜是這樣喔 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喔 我們是先產生一個 先用這個 這個先註解一下 先怎麼樣 先產生一個什麼呢 html file的物件 所以我用什麼 用create object 有嗎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物件呢 我產生之後呢 它就變成在記憶體裡面 真的可以用的一個物件喔 物件名稱也許叫Doc 好了 那我們就利用什麼呢 Doc裡面有一個叫 Body底下的那個 有一個屬性叫InnerHtml 那我就把這個Html 整個這個 Range A1的東西 塞到這裡面 那表示Doc裡面喔 它裡面就已經抓到原始碼 所以將來喔 假如說我們換成真正的網頁的話喔 那我們就是把那個原始碼抓下來之後 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面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放這裡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喔 我們可以用那個 這個物件底下有幾個方法 可以幫我們去解析 那解析的方法 上禮拜我主要是針對喔 網頁上面有至少三種特徵啦 包含就是它的Tag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方法叫什麼 Get Adamance By什麼呢 特別主要 TagName Tag的話指的就是它的標籤 指的就是這些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把這三個抓回來 當然剛開始我們不一定要抓全部啦 如果抓Hello World的話 那實際上喔 還記得吧 我們就是 如果只抓一個的話 那我們其實不用跑回圈 這個是跑回圈 這個是跑回圈把三個都抓下來 那如果要抓第一個的話 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先把B1 B1先清空對不對 然後呢 把第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呢 實際上喔 這邊應該改成P才對 OK 然後呢 我們利用那個什麼 GetElementsByTagName的話 那把P抓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只要這個網頁裡面喔 是P的 通通都會被抓到這裡面來 所以特別注意裡面有幾個 一二三嘛 有三個 所以P的話呢 實際上喔 如果你抓到這裡面來的話 那P呢 它就不會是只有一個 它會有三個 那它的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P01啦 OK P0啦 瓜糊0 指的是第一個的意思喔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的話 就是 因為它水影值從0開始嘛 所以第二個的話就是1 那第三個就是2喔 所以如果你要抓的是 Hawlow的1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P0 的Innertest抓出來 OK 這樣就可以啦 後面其實是換行啦 如果你假設不換行的話 那其實直接輸出 得到的應該就Hawlow的1啦 Hawlow的1 那如果你要Hawlow的2 Hawlow的1 Hawlow的2的話呢 那很簡單嘛 把它改1不就好了 Hawlow的2 那如果要改3的話呢 Hawlow的1 Hawlow的1 Hawlow的2的話 Hawlow的1 你說老師那我如果改成3 會怎麼樣 因為沒有嘛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會 跟你講說應該超出那個 正列的縮影值啦 有沒有 或者出現這個錯誤 因為它沒有 那就三個而已 你跟他講第四個他一定找不到 所以這個數量的話恐怕你要知道一下 所以呢當然我們上禮拜是怎麼樣 把它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所以最後把它串在一起嘛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方式有沒有 先抓第一個 然後再抓第二個 然後再抓第三個 然後為了要讓它換行 所以後面的話我加一個AND有沒有 CHR實質的是換行 然後再分別把什麼 把它自己本身再串上P 再串上P 有沒有這樣的話呢 就先Hallover的1 Hallover的2 Hallover的3 有沒有那123就可以執行 123 那當然如果你寫成這樣 將來感覺好像寫得不夠漂亮 為什麼因為它這個一定是012 那所以呢通常我們會把它改寫成 所謂的回圈 如果要寫成回圈的話 通常會寫成下面這樣的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0 一定從0開始 到這個p的總長度 總長度的話就是.lex 有沒有它有三個嘛 那為什麼要-1 因為只有到2 因為編號從0開始 所以一般是寫成p.lex-1 意思是0到2 然後呢就把這個i放在p小瓜糊裡面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第一個輸出 第二個輸出第三個輸出了 ok 那就全部輸出了 輸出結果也是一樣 那我是覺得喔 如果你數量少寫上ok啦 可是你數量一多的時候 比如說你這邊有 好如果有1到10好了 可能數量很多 那還是強烈建議你可以把它寫成回圈 ok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當然你說老師那可是 他這個p全部都在body這個標籤裡面 有沒有看到 body有沒有 到body結束 裡面就放好了wall123 那我是不是另外一種寫法 我乾脆把body全部抓回來 然後print的出去不就好了 這也是一招喔 所以後來我有講過 如果假設你不用那個剛剛的寫法 你就把body整個抓回來 ok然後再把裡面的資料輸出 結果的話喔 也會是 我們 不過怎麼少一個 這個 怎麼前面切 我看一下 我程式是不是這邊有切到 我看一下 那我這邊 這邊有 這邊 我有用mid把它replace 不過其實好像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怎麼樣 直接乾脆直接就是 輸出結果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輸出正確的話 應該就是 因為抓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getElement 有沒有 by takeName 然後抓body就可以了 抓body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直接就是把它的innertest 直接輸出好像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p0 因為其實就一個嘛 所以不可能有 那個第二個嘛 所以是0 然後裡面的innertest 我們試試看好了 把它輸出看看 欸 這樣也ok嘛 反而更簡單 有沒有 所以用body 等於是 一個就ok了 那如果你要抓p的話呢 反而更麻煩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這個邏輯吧 所以呢 在那個抓原始碼的時候 不過前提是 如果它不能用create table 那你變成你就要知道說 該抓什麼 你的東西 放在哪裡 然後去把它整個抓回來 ok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 也跟各位講到的部分 那個應該還記得吧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 因為 上個禮拜有提到有一點 它這個要抓標籤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叫 get elements by takeName 那其實這個名稱說真的 太長了 那以前的話呢 我們通常會用點有沒有 可以讓我什麼 get elements 用挑的 有沒有發現之前我們好像有很多 其他的物件都可以點下去 然後可以用選的 那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地方不行啊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你寫程式 假如你這個物件 是用create object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 它屬於叫做 就是那個ladybiting 就是說你是執行程式 才會產生這個物件的話 那它就抓不到那個方法名稱喔 那你說 那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要用什麼 我用earlybiting earlybiting就是 像之前寫的那些物件 都是earlybiting 就是它已經幫你載進來了 所以你在設計的時候 點下去它就會有清單 那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功能 就是最好可以我們把它點下去之後 它會出現get elements by take a name 這樣的一個方法就跳出來 讓我選的話 那該多好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要背這個名稱實在是 太...有點難耶 ok 而且不打錯字也蠻困難的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希望能夠讓它有下拉清單可以產生的話 那記得喔 你就不能用creage了 欸 那如果你不用creage的話呢 那應該怎麼做 它才會跳出清單 各位講這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懶得 像我自己本身是很懶得記那麼長一串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 用叫做earlybiting 就是我先把那個物件先載進來 但是載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程式就會相對冗長 這個earlybiting的話 如果要改的話 變成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那所以這邊把它註解一下 ok 也就是說呢 把這一行 改成另外一個宣告方式 什麼方式呢 就是先定一下 先定什麼 先把它註解 使程式取消好 就是要改成上面這個寫法 就是宣告這個Doc這個物件 MSHTML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也是固定的 不能打錯 然後呢 底下的話再set 所以變成先宣告 再去set 那set後面又多一個new ok 所以這兩行 這兩行如果你怕記不起來 雲端上有啦 我有把它貼到雲端上 好 再來的話還有哪一些 我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點下去看看 其實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有清單出現 那打一個get 有沒有發現 getElement by 什麼呢 by takeName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byclassName 這邊也有了 喔 那這樣就簡單 byID 因為我之前跟各位講 喔 byID有沒有 ID呢 它的element沒有s 為什麼沒有s 因為ID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多個 所以你還要記這些東西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懶得記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Eleby 用什麼 用Eleby 就是用 預先把物件先載入之後 你就可以有清單功能 OK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話就是bytakeName 那用選的絕對不會錯 保證不會打錯 那takeName的話 你在刮符有沒有 你就跟他講 喔 我要P這個標籤嘛 你就把P輸入上去 這樣他就幫你把P這些全部抓回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只是說 如果你要改成Eleby 第一個 就是不能用CreateObject 改用上面這兩行 OK 可是還沒有喔 還有第二個 你必須還要再做第二件事 就是上面有個叫設定引用項目喔 你還要把那個物件抓進來 那個物件名稱叫什麼 叫做MicrosoftHTMLObjectLibrary 就這一個喔 這個其實就指的是這個啦 就什麼MSHTML這個東西啦 我剛剛已經打勾了 所以我如果沒打勾喔 假如我剛剛沒有打勾的狀況 執行它會出現什麼 雖然我有宣告 但是它會出現說 你宣告這個東西喔 我不認識耶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沒打勾 所以如果你打勾的話 它才會認識 所以喔 這個地方改的話 主要呢 有幾個地方 如果你要點下去會出現標籤的話 那你就是點這個 因為我現在剛剛沒打勾啦 那你第一個喔 記得把CreateObject先註解 把它關起來 那改這兩行 這兩行在雲端白板上也有 在哪裡呢 底下這邊 你們往下捲動 在這裡吧 我這裡下 我是把它放在這裡啦 所以待會你們找一下喔 在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裡 以下的第六頁的地方 那這邊有講到喔 就是 設計時喔 改成 預先連結韓式庫啦 其實就是所謂的叫做 這個Early Biting Early Biting 反正就是預先載入 你就可以點下去就OK了 那改的方法就是把這個 改成這兩行 OK 所以你是用Ctrl-C,Ctrl-V 貼上OK啦 那第二個的話呢 並且一定要引用這個東西 所以兩個步驟 先把這個註解關掉 然後把它 把它 你們複製貼過來 然後再來記得喔 把工具設定引用項目 因為它是Microsoft開頭 所以你往下捲動應該是M開頭 然後它再來就H啦 所以你看 Microsoft的後面喔 再來就是找到H開頭 所以這邊它也是英文字母排列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Microsoft的 然後HTML Uptured Library這個 打勾就可以啦 OK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是什麼 實際上它就是在我們C點底下的Windows 的Season32 等於是一般要不就是DLL 要不然就是這個叫什麼TLB 反正就是一個韓式庫的意思 一個類似那種 一個方選都在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把它打勾之後按確定 那你將來它可以 所以你這兩個做完之後 你們可以試試看 DOC點下去有沒有 它就清單 這個就出來了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GetElementByTegName 然後你就可以看你要抓什麼樣的標籤 可以把它自己輸入 這樣我覺得以後再抓網頁上的資料 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了解那個抓那個網頁標籤之後 那之後的話你就可以針對你看到的網頁 因為上面的所有東西不一定是表格 只要你想要抓的資料 你就可以通通把它抓下來 因為現在很多的趨勢 就是以前是表格的資料很容易被被爬 所以它慢慢就把它改成DIV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網頁 它表格看起來是表格 但是它背後卻是用DIV來設計的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就抓不下 它就是有點像故意讓你無法抓取 不然的話這個table好像太好抓了 那怎麼辦 可以用我們這個方法 就可以把資料給抓下來 那當然呢 以後 第一個一定是抓原始碼 第二個去解析它 那解析的方法主要有三種 一種是 by tag name 標籤名稱 然後by什麼呢 這個by class name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by ID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有做一些練習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有點複習一下的味道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針對實際上的網頁 去爬取資料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概念的話 以後要爬資料真的就蠻簡單的 想要爬的都沒問題 OK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一個概念 因為那個網頁爬蟲的水真的太深了 簡單的很簡單 很好爬 但是難的就很難 所以如果很難的話 你還要考慮到那個網站是不是有 防爬蟲的 如果有防爬蟲 你變成你要破解它 所以相對的 難度其實不算太低啦 那我是建議如果有些網站比較複雜的話 你可能要分階段去爬 比如說第一階段你可以先把你需要的先爬下來 就是按部就班的啦 所以我們待會除了說我舉三個那個簡單的範例之後 那我們會再針對像後面有一個練習題吧 就是像比如說TQC的官方網站好了 那這個網站呢 上面的資料如果我要把它爬取一下 因為它上面的資料有點像表格 但是它不是表格 它是DIV 那我如果希望把這裡面的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 複習一下 另外的話就是說 順便再講一下這個 所謂的那個Early Biden 就是說你將來可以Doc點下去 自動可以有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真的太棒了 不然的話每次都要寄一大堆的 這個它的方法跟它的屬性 那真的 其實也蠻難的啦 OK 所以試一下 那以我個人的習慣是 我可能設計的時候用Early Biden 然後等到我要Run上線的話 那我再把它改成Create Object就好了 反正寫完了嘛 除非我要Debug的話 再把它改過來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網路上面的話呢 或者是說那個ChargeVT提供的程式 大部分都只提供Create Object 所以你將來會麻煩 那個物件每次都要寄一大堆那個 那個方法跟它的屬性 哇 很麻煩 而且還要自己去查 然後自己打 有時候又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呢 可以用那個把它改成Early Biden的方式 就可以徹底解決那個 引用物件的這個不方便 而且容易寫錯的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請各位可以先稍微 把三個禮拜的重點再複習一下 並且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 我們有講到有好幾個方法吧 然後通通可以用Early Biden 點下去就可以跳出那個方法 真的就簡單多了 試一下